YoYo,我割數 你說知道,但我也想放雙腳 不用 我覺得上一代比上一代舒服 我覺得要用很多… 力氣的力度 YoYo,我割數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看我們 可能沒有人看,所以不掃樣 現在掃樣了 掃樣了 今天繼續說… 今天說Aceus的Magic Speed 3 3嗎?3 3… 比iPhone快 還有一年,現在好像一年推出一對 正常,一年一個模特兒 看樣子,應該沒有人知道的分別 不是,也有些分別 不,跑步的就分不了 跑步的就知道免料不同了 不是,看厚度也有點不同 厚度一定有,我自己踩上腳 左是3… 會抽筋嗎 右是2,是厚一點的2 現在這裡也有AFF Brassi Plus 不是,他的AFF Brassi Plus 是比較胖的 他的設計較脹 尤其是這個位置 哪個位置 這個 腳線 你說G就行了 但我只想放腳下來 我不用G 我先脫下來給大家看 這次的鞋子是薄得 我看到手指… 我已經看到對面了 看到… 普通頭 看穿你的內心嗎 我的內心是這裡的,不是這裡 黑幾位 黑 這個人比較黑 這個表面有甚麼好處 這個表面其實是讓大家 透氣成高一點 滑水 還有沒有那麼… 被迫住 最簡單其實就是 想偷輕一點的鞋子 感覺上輕很多 它叫Motion Grip 表面這股東西 但其實我有一個迷思 感覺上… 好像很容易穿 很容易穿嗎 那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只想摸 現在的零零零多也很安全 不,它是硬的… 有硬性的 聽到膠紙的聲音 有的聲音 說完表面 再說肘的位置 我覺得好像跟教士那對… 差不多 差別不大 即是Versal 1、Versal 2、Versal B 都是差不多 但這個搶 整個外觀上 我決定除了這隻 改一點… 即是下面是2 上面是3 對… 如果只是從免了意外的地方去看 我覺得是有分別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 總帳 即是那個… AFF Plus Plus 反而我這樣說 它頭那兩代 我覺得真的像傳統跑鞋 以前那些款式 是比較像以前那些 或者一些練習鞋款的厚度 即不是那種競賽款的感覺 它的中底又改了 這個是AFF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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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碳版 加碳版,有碳版的,全長的 加TPU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TPU在哪裡 我極為TPU就是白色這個 但是TPU不是應該是硬的嗎 應硬則硬 但是我按下去就比較軟 對,所以我不太理解 TPU究竟發生了在哪裡 但碳版是可以看到的 即是在底部 是穿了出來的 可能位置是震的 不是,這個舊款是看到的 沒有的 它偷空了 對,而且它最 flipped 是啟動的 另外,鞋底… 鞋底不是一樣的 丞臟的 但還是使用ASOS Group 是 一樣的,其實很多東西都有很像 comentar 除了鞋底的膠外 ... 還有甚麼 Marina 這麼獨特的東西,看見的 鞋子也是差不多的 但鞋舌是像橡筋那些 鑽得比較緊 除了橡筋之外 我這雙黑色未必能看到 它有個鏡皮 這個位置吧 對,面上也有 也是以前的,怕你會刮船 不,以前那雙… 我拿回二代 二代不是的,二代是摸的 二代是摸的,它沒有屁股 你說屁股嗎 對,屁股 這個位置有機會是怕你綁鞋帶時 鎖得太緊的腳碗位 刮腳 不是,鎖得太緊的腳碗不舒服 所以這個位置就頂著 頂著氣墊 對,這個位置頂著 對,我就說了,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貼心的兩個…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位置頂著氣墊,讓它不舒服 我自己認為這隻貼心 跟鎖鞋的貼心真的輕很多 如果這樣捧著的話 磅磅磅就知道了 我會拿一隻耳朵,一樣是10號半 240.7 很明顯… 重一點 二代少了 三代比較輕了 輕了 對 說三代怎會說二代 剛才你用二代擺口 當然說二代比較重 不是,說三代 其實經常都會問 可能有些觀眾都會問 輕了其實真的有甚麼考處 其實就這樣著想去的 考處不太國異 但跑起上年就是考國異 因為可能重複性動作 那隻腳沒有那麼累嗎 因為當你不斷地跑的時候 你會有勞損 你會累,會越算積聚 那你如果在機器上越輕 你瘦的力越少 你負擔越少 你就會覺得是節省力嗎 好像人生一樣 還有很多負擔嗎 少一點負擔 要不要拿東西 不用了,我現在不需要 但我想你快點 伸奴一下 放些乳酸出來 我想跑步機 試試 我覺得前掌 好像上一代比較軟 是嗎 我覺得上一代比較硬 但步機的動作感覺好像… 我覺得會很困難 但如果我覺得… 我站著說 但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這次動作感覺 這次這隊是… 挺好的 我覺得上一代比上一代舒服 對 要用很多… 力差 力度 我覺得這隊的鞋子比較軟 即是他要試試的爆發 對,我正在做伸奏 你拉過來吧 力度要大一點 但這次這隊我覺得不大 但我覺得這樣踩下去 他真的還差… 是軟很多,比上一代 衣服是有進步的 我們先教快點試 腳趾尖的位置 他的回饋很快 他跑得快一點 他前面就立即有軟的感覺 距離變快了 跟上一代的… 上一代是踩下去 你踩不下去的感覺 如果觀眾想看… 因為我們不斷說回上一代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之前 我們說的 《Magic Speed II》那隊 但如果回到第三代 我覺得他除了膠的回饋 不同了之外 我覺得鞋子的鞋子也很不一樣 這個鞋子比較包裹 鋪得緊一點 很貼的 而且我覺得沒有動得那麼厲害 也是 而且因為本身的鞋子 有橡筋鋪著 我正在嘗試移動 像貓鑊 真的像貓鑊嗎 不是,鞋子… 嘗試下爪 下爪後很軟 軟,我也覺得軟 很軟 好像鴨子的團 我覺得是軟的 但我覺得這隊的鞋子 不會太下爪 不會 因為前掌很厚 厚了,而且有點斜了 向外的 那個鞋子 對,所以你會感覺到 鞋子是用中前掌落的 但現在回來問一個問題 適合甚麼時候穿呢 如果你這樣看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鞋子也能跑得到 鞋子也能跑得到 對,十多公斤 這裡也有一個不錯的訓練 半馬也不輸 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半馬也行嗎 對,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首先,你的肌肉要夠力 不一定是小腿 可能帶給肌肉也要夠力 因為始終比賽鞋 一定要肌肉夠力 所以穿是最安全的 始終推的鞋子也很強 所以其實要駕馭 就像四頭肌 這些 除了就… 屁屁 今天很熱,不斷撥頭髮 穿甚麼很熱 剪頭髮就剪吧 不,不可以像一隻鞋一樣梳爽 這個很梳爽 可能很舒服 這裡很不舒服 怎樣 試完這雙鞋,真的相逢恨晚 相逢恨晚,為何這麼說 因為這雙鞋跟耳代比 真的差很遠穿下去的鞋子 甚麼?遲來的愛情 咳咳聲 甚麼叫咳咳聲 拍得多,對雙鞋會咳咳聲 怕不到 你又不是大漢 我是大漢,是蒙古 是大漢,所以咳咳聲 是,所以聽到吧 我要你叫下雨 下雨一定有 下雨 因為它是線水的 那你也會… 線水而已 但你也會有那個… 咳咳咳聲的東西 那你買了一隊吧 很噁心 你買了一隊就完成 完成了 對,買了一隊就完成 但買多一隊還是買多一隊 現在價錢是多少 990 一樣 一樣嗎 一樣 繼續抗通像 如果以比賽者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划算的 我覺得它是… 我認為這麼多雙鞋 我們說過 我覺得CP值是比較好一點的 一隊 比賽中能上是 是的 即是你不過千 但又探板 而又可以一上 最重要是甚麼 可能有些觀眾 或者我只是認識我的朋友 都會看完後問 為甚麼好像雙鞋也過千 聽完後被隔壁的人說得不划算 對,不錯的 因為價錢還不錯的 但其實是對得過千 但這隊真的有三位數字 為甚麼我說會划算 因為我要看整個東西去計算 即連盒子 連盒子不計算 鞋子不計算 你跑出來的感覺 還有它的物料 直直這個價格 但是… 你說990這個真的非常划算 很老實說 而且本身 Major Speed的定位 都是練習加跑步 傳給你 是練習加跑步 所以你練習的話 你便宜一點 你不需要那麼肉赤 就像你說的 現在它的定位 甚麼人都好像剛剛的 他想做到大眾化 老實說 不想說 我出一對比賽鞋 但你真的很少眾才能穿 我想大眾才能穿 所以他便不斷地改良 改一點… Twin 駕駛 改良這對鞋就交給他們 但如果說回鞋 我們有甚麼要改良 我覺得那些人是可以留意的 留言吧 不,因為我發覺我們這些影片 真的沒有人留言 沒有人理會 不,要不以後就只有我們自己說 這支杯酒 乾脆天明 算了,還是不適合頻道 再看吧 再見